玉池熙抓着钱袋子爬到贤妃身边 将钱袋子递给贤妃 给娘亲 娘亲管钱 给了贤妃后 玉池熙迅速地爬到德武帝面前 抓着她的腿快速爬上去 抱住她的脖子 爹 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了 汗 汐儿 你可真偏心 哥哥给你带的玩具 也是咱元国没有的 那么稀有的玩具 也不见你亲一亲哥哥 父皇不过是给你两个钱袋子 你怎么就亲父皇了 早日娶个夫人 不要整天到你妹妹跟前来争风吃醋 玉池断意无语 我忽然想起来 我还有需要吗 父皇 那我就先走了 每次一说娶妻 她就跑得比兔子还快 爹 也不怪我哥 他之前的感情都太坎坷了 启离皇上 土国使者求见 土国使者 这土国使者是来给德武帝进贡东西的 但那进贡的东西可不是好东西 他们进贡的是一颗珠子 爹啊 你可要小心了 他们进贡的珠子 那煞气不是一般的钟啊 哪怕你贵为人龙 这煞气也不是你能够压制得了的 德武帝挑眉 不知那珠子与他的上方宝剑比起来哪个更厉害 朕带汐儿去看看 那煞气 会不会伤到汐儿 娘 你别担心 我没事的 贤妃听到他的心声 这才低声应嗜 这宫殿可真是华丽 要不了多久就会是我们土国的了 徐金呢 不知道啊 他昨晚半夜三更地说要去上茅厕 一直未归 恐怕是去了女人温柔乡里面潇洒去了 宿警 这里是元国金鸾殿 不是你们土国街道 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 皇上驾到 参见元国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停身吧 武帝陛下 这是我们土国的王赠予您的宝珠 希望我们土国与元国有益成存 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和昨天晚上杀我的那个男人一模一样 好啊 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这宝珠还请德武帝陛下笑纳 德武帝看向一旁的公公 公公领命下去将锦和结果拿到了德武帝面前递给他 还请德武帝陛下 我要现在打开 这宝珠打开的一瞬间 并又赐福降下 若此时打开 这宝珠就会被我们吸收了去 来人 陛下 这是何意 既是赐福 那朕便赠予你们 将他们关押起来 将这宝珠放在关押他们的房间里 以保元国与土国的友谊 你们说呢 问我时不得呀 既是赠予朕的 那便是朕的了 朕自然有权决定他的去留 你们放心 朕不会让你们被你们的王责罚的 压下去 我爹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我还准备耍耍地救我爹一次呢 选威武大将军进攻 是 德武帝去了御书房 没等多久 威武大将军就来了 英爱卿 朕派你前往土国 将土国拿下 你可有信心啊 皇上 为何要在这个时候攻打土国 昨晚土国使者将希尔抓去了 想要杀了希尔 请皇上放心 微臣 一定拿下土国 为小公主报仇 嗯 一切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来 那些百姓 只要愿意归降的 统统不杀 是 朕的女儿 不能让人白欺负了去 等拿下土国 顺便将土国赠予希尔 啊 这哪是宝君 这分明是我亲爱的金主爸爸 引波中满腔怒火地回到了军营 这土国的憋孙子 不敢与我们原国正面当 竟做出这等阿扎事 咱们原国 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公主 断不能让人白欺负了去 拿下土国 让土国的王 给咱们小公主磕头道歉 拿下土国 另一边 被关押起来的土国使者们 在宝珠的影响下 渐渐失去了理智 贤妃得知了这些事 眉眼微软 陛下还是在乎希尔的 娘娘 咱们陛下对小公主 可真是伤心呢 姐姐 你看我带什么来了 娘娘 你小心些 慢点 听说希尔昨夜受了惊 我今个一早 就出宫回府上去了 我爹刚好不在家 这不 我赶紧将他新得来的 雪珊瑚带了过来 送给希尔压压惊 啊 我还给姐姐 带了一株灵芝 送给姐姐 妹妹 你这太客气了 希尔没什么大碍 用不上这些名贵的药材 哎呀 要的要的 东尔得令 立马将这些东西 塞到秋香手里 娘娘 收下吧 妹妹赠我这么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 要如何还了 嗨 还什么呀 我与姐姐的姐妹情 何比这些东西 珍贵多了 姐姐 我告诉你个大消息 我今日出宫 我遇到许萍了 她在药店里 偷偷找了大夫 帮她开了 能生女儿的药 她还去找大夫 开这等药 那可不是 那大夫看的药啊 根本就没用 吃了也怀不上女儿 你为何这般清楚 嗯 我也不瞒着姐姐 我以前就买过 那药啊 屁用都没药 根本就怀不上女儿 一生就是个代瓣的 我都怀疑 我都怀疑 咱们援国皇室 是不是被阻 娘娘 你别说了 贤妃娘娘 我家娘娘这嘴 没个把门的 您不要往心里去啊 还请公公 禀告皇上 就说 许萍求见 不见 是 皇上 臣妻做了 您最爱的绿豆羹 皇上 别说 你以前那些逝去的娃 大部分都是皇后 帮你嘎的 欺禀皇上 许萍 晕过去了 来找朕坐身 直接派人抬去 给太医看 是 奴才 这边去安排人 深夜 玉池熙等贤妃睡着后 偷偷地爬了出去 白狼 他等了一会儿 一道白影快速闪来 哈 过来 你今天怎么发出狗叫声啊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狼 你怎么还记得 都过去那么多个时辰了 你忘掉行不行 说起来 我还没跟你取名字呢 不如就叫你狗崽子吧 见名好养国 听听 这是人话吗 你果然和那个皇上是亲妇女 哼 老子数到三 主人 你看我这狗叫声 标不标准 嗯 很好 那就在这里守着吧 我可以待在这里 你可以吗 人类 不要以为你比我先来 就可以夺走最佳奴才的称号 这狼在嘚瑟什么 啊 哪里来的狼啊 啊 原来是狗啊 这可是救了希儿的那只狼 是啊 娘亲 不过不是他救了我 是我契约了他 但是是他送我回来的 他现在可听话了 我让他来保护娘亲了 只要按照养狗一样养他就好了 娘娘 这是狗呢 听宫里的人说 救了小公主的白狼可威风了 这白狗 去打听打听 是不是他救了希儿 说是 也算是与希儿有缘了 便养在宫中吧 另外 也对外宣称他是狗 当狗养着吧 小傻瓜 娘亲能听到你的心声呢 娘娘 若不是他呢 不是他 你养着吧 能来我们宫里 也算是有缘分的 是 有肉吃了 有肉吃了 不用辛苦的自己去打猎了 太爽了 我要见杜大夫 请稍等 我先去同杜大夫说一声 姑娘随我来 杜大夫 我有要事要说 你先去忙 是 夫人 可还是想要内药 杜大夫 你这里有没有一种药 只要我用上了 哪怕是隔着一段距离 也会让我的夫君 为我神魂颠倒 夫人 这样的药 老夫闻所未闻 剑所未剑呀 夫人只需要 与您的夫君同房 并可怀上女儿 那 好吧 许平出了医馆的门 没走多久 就看到路边有道士在摆摊 这位夫人想算什么 是这样的 我想知道 我的夫君不待见我 甚至不见我 我要怎么样 才能怀上她的孩子 啊 这你就找对人了 这等小事 对我们道家人来说 太简单了 只需要做一场法事 便可以帮你达成愿望 道长 你做法以后 皇上就会来灵性我了吗 娘娘放心 只要我这法一做成功 今夜 皇上必定来找你 道 道长 我的肚子 娘娘 你不是想要孩子吗 这不就来了吗 我这法事啊 不但成功了 还免费赠你一个孩子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管这就成功了 既然你做法事成功了 那你再做一场 让我的肚子缩回去 这是另外的加强了 你是不是做法失败了 为什么这股风还没停啊 大人饶命啊 小人无疑毛分的 小人只是想赚碎银脊梁 养家糊口 小人知道错了 小人不该惊扰了大人 求大人放过小人吧 你什么意思 你是做法招惹了什么人 你说呀 你说呀 你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劝你别洒破了 快跪下 求求大人 兴许大人还能放你一条生路 大人 我都是被这个江湖骗子骗了 我不想惊扰大人休息的 站住 将我的银钱还给我 我受了惊 没让你赔钱就算不错的了 别拦着我 我要去找个道士来 帮我好好取下鞋 这肯定是鬼胎 八皇子殿下 你认识我 你认识我 当然了 妹妹 妹妹救命 玉池西坐在地上等了一会儿 见玉池峰还没来 他心里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连忙朝着玉池峰离开的方向爬过去 玉池西连忙冲景怀安 啊了一声 景怀安懂他的意思了 抱着玉池峰 就往御医府飞升而去 等等 让我也来吸一口啊 第一次看到 有人召唤我们 并且心甘情愿地 让我们在他的肚子里住下 真是好人呀 让人都让人 这是我娘亲 让我先来 我娘以前总是念叨 希望我还活着 为了让她知道 我还没去投胎 娘 你以前最是喜欢我这般调皮了 你现在知道我回来了吗 啊 好 好疼啊 玉池西黑黑一笑 爬到许平的房间里 找到了笔墨纸燕 直接爬上去 画了一张符 娘亲 滚 你滚啊 你不是我的孩子 你不是 娘亲 你又要抛弃我了吗 你不是说 你想要我的吗 我的孩子早就死了 你是怪物 你不是我的孩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傻孩子 他怎么可能会认你呢 啊 亚儿 天哪 好大一个瓜 这些都是书中没有写出来的内容 这也太刺激了吧 滚了 滚了 你们都滚了 哈哈哈哈 这许平 是疯了 小公主 下次看戏 要隔远点 离太近了 会不会误伤呢 嗯 好像有点道理 八皇子已无大碍 梁妃娘娘 过去照顾她了 梁妃娘娘说 迟早要拔下许平一层疲赖 不过 看着许平的样子 似乎等不到梁妃娘娘来报仇了 啊 许平娘娘出事了 皇上 许平对丰儿做的这事 他必须给臣妾一个交代 嗯 许平交由你处置便是 多谢皇上 皇上 许平死了 许平伤害皇子 此有余辜 来人 将许平一卷草席 丢去乱葬岗 梁妃见人都处置了 便也扶身告退了 嗯 这宫女将许平死去的孩子 也带过来了 就是这怨灵靠近不了咱爹啊 爹啊 你知道吗 那些被害死的孩子都没去投胎 都想找你们报仇呢 这就是咱爹 都怪他 对我们不关心 害我们都没能出生 那也不是只怪他 还有那个皇后呢 那个皇后才是真正害死我们的罪魁祸首 走 既然杀害不了咱爹 咱们就去找皇后报仇去 爹 你也去看看小巴了吧 那小哭巴还不知道这会儿再怎么哭呢 百嫁御衣服 百嫁御衣服 哇 又去看小巴了 好耶 也不知道小巴那倒霉孩子怎么样了 贤妃娘娘 这个好苦啊 小巴可不可以不喝 不可以哦 不喝的话就好不了 你喝一口 我给你一块面剑 可好 这药从我走到现在 你是一口都没喝 再不喝药都要凉了 就没笑了 姐姐 无需与她客气 直接灌她便是 这小子呀 你哄着她 她就是不喝 一灌吧 三五下就喝完了 东儿 你来照顾夏丰儿 我与姐姐聊一会儿 是 娘娘 梁妃将许嫔死了的事情 与贤妃说了 唉 这许嫔死不足惜啊 她死了 我心里也畅快 但我也觉得她是个傻的 好好的日子放着不过 非想生女儿争宠 况且咱陛下 现在都过了纵约的年纪了 每天清汤寡水的 像是要出家 你是真敢说呀 妹妹 嗯嗯 姐姐 你是不是嗓子不舒服呀 现在我们还在御医府呢 要不要叫个御医来给你瞧瞧 唉 你的眼睛也不舒服吗 哎呀 还是我疼姐姐 姐姐平日里与陛下在一起时 说是有不舒服的 陛下肯定是不懂的 还是我懂姐姐 嗯 我们先不聊这个了 哎呀 姐姐 再聊一会儿嘛 我觉得呀 咱们陛下呀 自从上任后 就一直劳累 必定是劳累的不太行了 不然 她怎这么久 都不翻嫔妃的牌子了 哎呀 我真担心之后进宫的妹妹 一点性 啊 陛下 臣妾参见陛下 天 天哪 陛下什么时候来的 唉 娘娘要作死 拦也拦不住啊 还好还好 娘娘的娘家有钱 等会儿 娘娘若是要被赐死 要多少钱才能赎下娘娘呢 妹妹 我有提醒你的 朕要出家 朕不行 陛下 这是误会 陛下这么威武 身体健郎 怎么会不行呢 陛下有这么多孩子 又刚刚得了小公主 怎么可能会出家呢 臣妾出家 陛下都不可能出家 哈哈 笑死我了 梁妾娘娘怎么这么动 她这是什么都敢说 爹呀 你不快些多多翻牌 那你可就真的不行了 哈哈 陛下 消消气 消消气 你现在能干了 气了朕就塞钱是吧 朕岂是这么庸俗的人 朕的名声就值这么点赢钱 臣妾现如今手里 就只有这么些银钱 等明儿个 臣妾再送 五百两银子给陛下 可好 啊 像陛下这般英明神武 将天下治理的 这般好的明君 一定不会与臣妾 这般小女子尽叫的 对不对 陛下威武 什么都让你说了 朕还能说什么 下不为例 是 多谢陛下 我还以为我爹会不屑于要这些银票呢 没办法 他还要给朕五百两 而朕不过是被他随意说了两句罢了 陛下 没什么事 臣妾就先退下了 嗯 今日之事 陛下放心 绝对不会有第 二三四五六七 对绝对不会有第七个人知道了 错了娘亲 是第八个人 我也是人啊 娘亲方才数数 为何不点我 玉池峰满脸无辜 玉池峰满脸无辜 妹妹 娘亲 贤妃娘娘我 冬儿姐姐 父皇 父皇身边的太监哥哥 可不就是七个人了吗 我不该听到的 听到了 我都不算个人了 都怪我希望 耳力太好 啊 对 第八个 不会有第八个人知道了 娘亲 我算对了 我厉不厉害 你去吧 话音落下 梁妃抱着玉池峰 与灯儿一起 搜得一下不见了 得五弟无奈 跑得还挺快 你嗓子不舒服 眼睛也不舒服 多谢陛下关心 臣妾无碍 让玉池一来瞧瞧 免得那梁妃又说 朕都不懂你 朕可真是没有眼力劲儿呢 陛下 梁妃妹妹是开玩笑的 陛下对我们都很是关系 陛下 臣妾命人踩着了一些陈鹿 陛下可要去臣妾请宫 喝一杯茶 嗯 哇 我娘亲好聪明啊 哎 好险 幸好我反应快 还好我平日里 都带着银钱傍身 果然 低数得不错 这银钱呀 关键时刻 是可以买命的 娘娘 您下次 可莫要这般口无遮拦了 也不知 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让我脑袋后面 也长个眼睛 这样的话 我说话 就不必小心了 吓死别想了 娘娘 娘 方才妹妹来看我了呢 娘为何要带我离开 都怪娘 没能给你一个好脑子 娘 我的脑子很好啊 你说 我怎么就没有贤妃姐姐 那么好的命呢 希儿多聪明啊 娘娘 虽然你说的是真的 但是 娘对八皇子有信心啊 他只是还小 他其实很聪明的 只是现在 聪明的不明显 娘 你怎么就没有贤妃娘娘 那么好的命呢 若是你也可以生一个妹妹 陪我玩就好了 不行 我得回寝宫 去看看我的金银珠宝 羊羊脑子 我的钱呢 我的钱呢 我不能没有钱 娘亲 等等我 我也想送希儿妹妹 一个好看的首饰 娘 你可不可以送一个给我 我拿去送给希儿妹妹 嗯 好耳熟的话呀 大哥 你怎来了 曾爹 大哥还不能来看你了 大哥本也打算 托人送新送东西给你的 但那首门的侍卫 不管我给多少银钱 死活都不敢 许皮闹出了一些事 所以现在管得很严 大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娘让我告诉你 爹知道血生活的事了 你要帮你搞定了 当然了 我也有帮你处理 谢谢娘亲 谢谢大哥 你们真好 还有一件事 这是爹 让我跟你送来的 我自己 也给你添了点 你在宫里 说是短缺了什么 就派人回府 送个信 咱家什么都没有 就钱多 谢谢大哥 谢谢爹 有你们疼我 真好 舅父 我的呢 小枫啊 你还这般小 又银钱做什么 你娘亲 也不会短缺了你的 可是 我也想送银钱给妹妹 妹妹 你有了 没有 是小公主了 风儿与小公主的关系很好 对 汐儿妹妹与我关系可好了 小公主与你玩得好 小公主 才几个月大吧 是啊 可是 汐儿妹妹 就是会陪我玩啊 行 给你 妹妹 那大哥 就先回了 有事啊 就找我们 好 大哥慢走 得 老爷肯定又被夫人说服了 东儿姐姐 你帮我送给妹妹好不好 八皇子 还是自己送吧 为何呀 你看呀 你自己送的 小公主是不是就知道是你送的了 多有诚意啊 好 那东儿姐姐 还是我自己送吧 陛下尝尝 得五弟喝了一口 甚好 沉露的味道 果然是与寻常的水不一样啊 陛下喜欢便好 臣妾这里还有一些沉露 一会儿陛下带回去 好 爹呀 我娘都送你礼物了 你不回送一点东西吗 你这儿可还有什么短缺的 承蒙陛下疼爱 臣妾这里什么也不缺 嗯 什么都不缺 你就不送了吗 爹 爹 现在我要跟你上一课 你不要问我娘缺什么 要直接送 这样才显得又诚意一些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儿爹 这些后宫的娘娘们 你也要宠幸宠幸啊 你都有一月没有翻牌子了 汐儿 这事儿你能忘了吗 百家水华宫 我爹这是什么情商啊 不是爹 你要去梁飞那边就偷偷的去 你怎么还光明正大的去呢 哎 你是真的一点也不懂女人的心啊 怎么朕不去是朕的错 朕去了还是朕的错 臣妾恭送陛下 不留 你真的不留朕 还恭送 爹 你真的是个爹 娘娘 您方才为何不挽留陛下呢 陛下也真是的 为何偏偏就要在娘娘面前 说要去水华宫啊 有什么关系 我这身子才痊愈不久 陷下可不宜劳累 娘娘说得对 眼下娘娘要好好养好身子才是 娘啊 你就没想过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 莎希儿 陛下怎么可能一生一世一双人呢 在这个位置上 不管为了什么 妃子都不可能少的 德五弟去水华宫的路上碰到了东儿 东儿将银票给了德五弟 德五弟收了起来 迈步往水华宫走 皇上驾到 皇上来做什么 臣妾参见陛下 你们都退下 啥情况 陛下 您来找臣妾是为了 证明 朕能行 等等 陛下 万万不可啊 嗯 是这样的 臣妾 臣妾 臣妾来鬼水了 好 是